狂姐这种人一般都打得很凶 所以都比较的好抓 你像这种对抗怒压这么深的 只要你去抓基本上百发百撞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抓一百次一百次 能抓到好 骗他一个技能 快走 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没有关系 咱们再接再立就是了 既然我在下路吃笔了 那么秋迷迷来上路蹲一下 不要急 好笑出来了 没有关系 往前走 中 那个后衣没了 就这样 射手可以射手 一换也也不亏 对吧 你没了的话 冰箱我给你吃了 然后咱们是不能去中路的 因为如果小乔不笨的话 他应该可能在河道某个地方等着我 那么我就来一找反其道 行之 将计就计之 我也在那个草丛里面等着你 打出一个闪现 往后车走了 紧接着我们射手又单杀了后衣 那么这个时候 后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别等别回城 别等别回城 来人 本来我还想在这里等一等后衣的 但是想一想 没必要 因为后衣已经连续死两次了 他还没有辅助值钱 好 对不起 走啦 夫妻本事同龄牛 大烂拧头个子飞 你这冰箱吃不着了 我给你吃了 接着咱们假装往中路走 注意好 内凯在上路亲冰线 我觉得他剃完冰线 可能要来打这两只小牛 等一等 看样子 跟我预想的一样 往后撤一点 你往哪里跑呀你 接着来中路亲线 发现这射手 又把对面射手给带吃了 那么咱们接着再来一招 顾忌虫师 来这里等那个后衣 差不多要来了 现在我中路的冰线线 不管 接着来蹲 要蹲那个后衣 还是蹲小乔 小乔要去上路支援 差不多 来这里 三二一 好 差一点点 没有关系 闪现至尊品 拜拜 大爷大哥 我没难了 能给个男buff不 现在我来教你们 你看下路有冰线对不 那么虽然说暂时没有人 不过我相信在不久的江南 会有一个人路过此地 老富于地有缘 送你回家 拜拜 然后是不需要走的 因为算好时间的话 我的男buff消失 加上凯复活的话 这个男buff即将在凯复活的时候 开始刷新 那么 哎呀 我能够蹲到那个凯拉 哎呦 这可如何是好 下不打起来了 那个凯复会去帮忙吧 大哥 你得先打男buff 没有男buff 你打着冷却太久了呀 你打男buff呀 我是真服了 好 紧紧把鬼子迎过来 哎 别打 别打我 哎 我是真服了呀 我蹲得好好的 你走什么乱呀 我是真 哎呀 这个感觉很嚣张 看我怎么戏弄他 大哥 你惹到我了 我很严重 我跟你说 你来罚我 你不要我那里走 那里有射手 我那里不要 我那里走呀 都跟你说了 不要去那里 推高地塔的时候 不能蹲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学会预判了 隔着一块屏幕 那狂铁差不多 就要没了 同样的到年 到了推水晶的时候 也要站在队友的后面 以防被人家 哎 现在马不停滴 赶往战场 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 来得稍微有一点点晚呀 哎 好像不晚 北平都45度调整方式啊 调不过来了 嗯 但是这个一丝结的凯 你不要走了 中 啊 对面没了三个一波 拿下哎呀 至尊平A 至尊平A 哎哎哎哎 没关系 哎哎啊 没有关系 他们只是在拖延自己的时间 浪费自己的时间而已 因为我们营是指导的事 中啊 先往后撤 那后一啊 不行 现在先不能大大腿往后撤 因为他刚刚旁边跟那个小桥的话 我可能瞄不了他 走 中 哎 我看你这下我的一走 虽说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伤害 但是对凯 他只能灰溜溜的回家 然后眼睛睛看着水晶被我们几个给推了 怎么样 七 鸭 osh 芳 副